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期全球排行榜就带您一起来了解 美国大学生最后会主修的十大科目都主要主修些什么内容 以及毕业后究竟有什么出路吧 第十名 英语和文学系 那英语语言文学属于外国语言文学下的一个学科 主要的专业研究方向包括了英国文学 美国文学 西方文论 西方文化研究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等等 那英语语言文学并不是纯粹的英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而是指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研究 包括了爱尔兰 美国 印度等国家 那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出路还蛮广的 基本上可以从事教育 外事 外貌 科技翻译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色外企业 旅游公关 启示业等部门或单位 从事英语教学 培训 科研 口译 笔译等与英语有关的工作 第九名 生物学 生物学或称生物科学 生命科学 是自然科学的一大萌类 由经验主义出发 广泛研究生命的所有方面 包括生命起源 演化 分布 构造 教育 功能 行为 与环境的互动科系 那以及生物分类学等 那现代生物学是一个庞大而兼收并需的领域 由许多分支和分支学科组成 那持科系的毕业生毕业后 主要将进入生命科学相关的研究所 如生物研究所 环境科学研究所 医学中心等等 或企业如生物技术 医药用品 农业 保健食品等 从事学术研究或产品研发工作 第八名 政治学与政治政策学 那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行为 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 在西方 政治学在学术领域里的研究 也被称为政治研究 政治科学或只有政治两个字 政治学意味着在学术上的研究领域 政治研究则代表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职业 律师 外交官 投资银行家 记者 顾问 市场研究员 政治学家 那根据美国各州就业情况 在哥伦比亚特区 政治学家年薪最高可高达 11万2780美金额 第七名 医疗与临床协助系 此科系的内容和护理剂不相伙众 主要培养专业 积极 对护理知识 有深入了解的护士之科系 此科系的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医疗各科 如妇产科 儿科 精神科 老人医科等等的 基本护理和姿势及相关照顾病人的技能 也将被训练参与外科手术 学生必须熟悉各种与手术相关的技能 如手术前 协助病人接受各种检查 手术当中配合医生的指示 提供手术机器和注射药物 手术后 仔细护理和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等等 病人在任何突发状况时迅速反应 向医生反应及进行危机救助 那医野生一般都可在政府或私人医院 诊所担任护士或私人看护 第六名 行销管理与研究系 行销管理与研究系是一门研究商机的科系 此科技的学生将学习各种商业学知识 那以及各种商品销售的理论 策略与技巧 如市场调查 产品宣传 分析消费者心态 研究地点对产品的影响 策划与推行产品 服务的行销 产品的包装以及价格 销售管道 分配等等 以提高公司的产品销售量与商业利润 此外 学生也将接触一些商业与市场行销的相关法律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工商业界 以担任市场管理 经销 销售 宣传等职位 此外也可以投身广告行业 以负责商品广告 宣传 包装等工作 教育学系 教育系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 皆是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 是一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的科学 那教育学不是示范专业 示范专业是培训中小学教师的 而教育学是以教育为研究目的的学科 教育学一般只开设在博士阶段 硕士阶段开设的教育学专业 一般只是用于培训或强化教育工作者的技能 真正的教育学是一门纯科学 而非应用科学 而示范专业正好反之 教育学专业的列表件上以美国为例 美国典型的示范专业一般只有四种 早期教育 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 以及高中教育 传播学系 传播学系是通过汇集各种观点和方法论 来研究各种传播活动的学科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 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它具有交叉性 边缘性 综合性等特点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 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那在国际范围内 传播学研究大体分为两大学派 以美国为中心的传统学派 和以西欧为中心的批判学派 传播学类学生毕业后 尽可去一些大众传播媒体 如报社 杂志社 出版社 电台 电视台 从事编辑 记者工作 又可以去网络公司或广告公司 从事文案 广告设计 广告策划与管理工作 人文通识 相关科系 那通识教育班指的是 非专业性 非职业性的高等教育 其核心在于培养人的整体素质 而并非某一领域的专业技能 强调整合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 重视培养人的思维方法以及洞察力 强调对不同文化的了解 同时也重视学生型制的培养 社会学系 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群体的科学研究 是对于人类集体行为 和影响人类集体行为的社会因素的研究 美国的社会学范围比较广 而且多交叉 在学科方面分类很多 所以去美国留学进修社会学的学生非常多 毕业生一般可投身教育界 政府部门或私人机构 如学校、研究机构、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等等 担任研究学者、城市规划研究员、人力资源部管理人员、外交与公关管理人员、社会服务人员以及时事评论员、经济顾问、政治学家 那房间有句话说 小时不读书 长大当记者 新闻系可说是一个被社会需要 但又不太被看好的科系 美国新闻学学科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文理课程以及专业领域课程之间相互交叉 除了新闻学的专业课程外 一些大学要求本科生必须修读、数学、经理学、社会学、外语、经济等课程 新闻学专业也是很多传媒类专业学生去美国进修的重要选择 那学新闻并不意味着新闻系的学生都能找到对口的工作 除了可以在顶尖媒体工作 也有人在社区报纸或广播电台工作 那不少人也去了企业做公关、广告、出版或者市场营销 当然也有人从事和新闻无关的工作 那了解了美国大学生最后会主修的十大科目之后 不知道您对哪一个科目会有兴趣呢 那如果您选择了这一个科目又会不会后悔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同时记得关注我们的主页 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赞以及分享 那让我们继续带您盘点更多的华尔街排行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